写工可以写出问题 当然现在的学生很幸福 以前像我们找资料 你要去图书馆 不过现在的学生 只要上网查一查就可以了 台南城路大学机械系 这名男同学就是如此 写作业写到了瓶颈 他把教授出的作业 到这个奇摩知识上 向网友去征求解答 刚po上文立刻有人回应 但是回应的这个人 正是他的教授 上面写着 明天早上八点半 到我办公室报道 看有没有同学要自首 结果就笑笑的了 其实没什么关系 谁这么大胆 把教授出的作业 po上知识家 全班来个诚实大考验 就是没人敢承认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笑成一团 因为不会就会想说 上网找他看 不一次比我就觉得很好笑 出题老师也很无奈 在陈大教了几十年的书 作业被po上知识家 还是头一招 但整件事情 已经在校园大放松 教授整个就是很无辜啊 这样子还是最后才知道 学校都在找 po文问作业的 到底是什么人 打开网页 输入关键字 就会看到 同学把教授出的作业 po上知识家 标题写得很含蓄 说是关于马达的作业 麻烦大家帮我解答 po文后 马上有网友回应说 如果没记错 这应该是我出的 工具基盖理论作业吧 机械系的李同学 身为陈大生 要勇于负责 明天八点半 请准时到办公室报道 当场被教授抓包 用老师的名义去开这玩笑不太好 然后老师数上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校方紧急澄清 但陈大生请知识家帮忙写作业 已经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 有网友评评 真不知道是怎么考上的 甚至PTT上 还有网友第一时间po文言语 提醒这位李同学 还有15分钟 要记得跟老师报道 反应十分热烈 不管教授到底会不会上知识家 总共一句话 老师交代的作业 还是自己写比较好 专心有赖管章 谈谈报道 老师交代的作业